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人与丽莎同名不同人 正于离开 丽莎叫住了她 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她想起真正的丽莎是一位演员 两年前他们拥有了一段甜蜜的爱情 但有一天 当她邀请丽莎一同生活时 丽莎却躲闪了 并在第二天不告而别 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丽莎的情妇站在楼下 从阳台上看到了马克思的身影 以为丽莎有了心情人 与此同时 马克思的好友鲁西迪交往了一位女朋友艾丽丝 两个人的关系若即若离 她经常向她打听马克思的消息 后来我们知道 艾丽丝和公寓里的丽莎是同一个人 两年前 她曾是丽莎的邻居 丽莎还教她演戏 但她一直在暗中热烈地暗恋着马克思 并压下了丽莎临走时要交给马克思的信 造成两人的误会 一人分饰两脚 周旋与几个人之间还不被人发现 快个也是醉了 艾丽丝真是一个好演员 最后 鲁西迪邀请马克思观看艾丽丝的演出 艾丽丝终于崩溃了 情况越发变得不可收拾 丽莎得到了马克思留的便条 给她打了很多电话 没有人接 后来她打给了鲁西迪 并约她在老地方见面 但这时候马克思已经爱上了丽莎 把真正的丽莎忘在了脑后了 她在公寓里等着丽莎还给她买了一双鞋 当丽莎将脚伸进了丽莎的鞋里 发现穿不进去 就此穿帮了 原来一切都是艾丽丝在暗中策划的 她发现马克思注意到了丽莎 害怕两人复合便自导自演 把这些人骗得团团转 最后艾丽丝向丽莎坦白了 为躲避情夫打算逃到罗马的丽莎 不走了 她去等马克思 马克思却没有来 回到公寓后 渡火中烧的情夫点了火烧死了她 马克思却拦截打算到罗马的艾丽丝 她爱上了她 带艾丽丝走了 寻找的马克思撞见了未婚妻 与她相拥 这时艾丽丝望着两人神情惨然